有些老师好悬的 弄得像个人崇拜一样 老师称神了 好多学生说 我老师是全国第一 没有比方老师画的 我听说有好多学生对老师崇拜的这样 这样固定下来 好多学生 好多学生 我们用中性末的时候可以改 我们用中文末的时候就没法改了 好多学生 好多学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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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随时找 随时找这关系 不能糟了 所以说在干了之后就没法动了 找这关系 六百的该留着它 每一笔之间 可能有六百 一笔之间 这个还不能画腻了 大家注意 不能画腻了 不能画腻了 这绝窗就是六百 大家记住六百 没别 这个 注意六百点 三日一湿 五日一水 大家就看 老师画这个画这么快 这个地方也得画了五六遍了 是不是 我们得继续画 所以有一个地方 局部画八九遍是一点也不差 找这关系 大家看 陈祥琴看的 这是老师在找关系 不是画素描 你没动脑子 写那么去思考 是对的 就是浓墨和淡墨 如何使它变得浑厚起来 浑 这个地方留空白 留着它 该快的是乎快 该慢的是乎慢 所以大家记住 永远记住学习的方法 有一个什么讲 有一个一分为二的方法 不能老是感觉 结拜师画画很慢 用笔慢了好 有些说 富宝师画画很快 快了好 这是快和慢 都是相对的 七百十也有快的时候 这个富宝师也有慢的时候 就是不是一个固定的速度 把一个速度 一种方法固定下来之后 大家记住 那就不叫艺术了 那就叫产品 说艺术是多变的 记住这道理 老师我们 老师仅仅于一种方法的时候 那就不叫艺术家 这个大西东 加一层淡漠 这是刻笔 让它变得温暈起来 每一笔 不要做无畏的牺牲 有一边这个地方 上面一笔干笔 下面一边湿笔 一笔浓墨 有一笔淡漠 如果这两笔之间 没有过多的 没有过大的分叉 基本上相近的墨色 差不多的浓 差不多的淡 差不多的干 下面的湿 这两笔之间就是浪费的 这两笔之间一定有个差 叫跳墨 要叙实对比 一定要注意这个道理 没有就算 没有必要浪费 我们注意这个关系 每一笔之间 注意一个什么 一个 六百 关键的时候 大家记住 我们是学一种方法 我们不是造假 画山水画 大家记住 这个形 是个山画的大一点 小一点 这个树画的正一点 歪一点 石头多一块 少一块 这都不是问题 我给大家说的像 是笔墨的形式像 这种红一红花子像 至于这个石头 你把它画大了 那个树画大了 画小了 这个没多大关系 我们学它的什么呢 语言 多说一句话 少说一句话 就是什么 那个没问题 这个山水画 就是这个问题 山水画给花鸟画 不同之处就在这里 山水画大一点 不爱你 小一点不爱你 多一别不爱你 少一点也不爱你 我们画 人用画就没法办了 说画一个 画了两个眼睛 说这个眼睛画得不好 再画一个了 多个眼睛就不行了 山水画就不爱你 山水画是用语言 表输一种精神 如果把这种 红一红画出来 叫红一红是什么 红一红是这种品格 把这种 这种清幽 眷用 含蓄的这种意境画出来 乃是一种意境 山水画是表现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注意 大家记住 感觉画够了就可以了 不能画过了 他那个基本也画糊了 我们这样是 春擦 染都有了 春擦与染都有了 感觉画得不够 再加一点 立得使它更浑厚起来 但是这个 我告诉大家 这个 沈州这种画 又画糊了 这个地方 他这种画 不如 不如他老师 那个 王某画的仓袖 我们下面 我们下面就出了点了 我们发现点的时候 那个 沈州用的是破笔 破点了 破笔 破笔 笔风是散开的 啊 嗯 嗯 点子也是要跟用笔一样 反过头来再画 不能去画一笔 画一笔 去站一笔 没 这个一定要什么 还是一笔画 一个点子大家看 我这一笔还没动 到现在画的没动 一笔画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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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头去画 这个点子是这么去画 三笔画就这样 没画够的时候 赶紧不够房头的再画 三日一时五日一水 说这个道理 这一笔画 你看 那是很多画 这就叫好选址的呀 我在四川 打死也画不出这个画 没办法 它画不厚 某笔 就那么可 这个刻笔 往上一放就跑了 一放就跑了 但是发现这个笔触 你得稍微跳 太愣了 我们可以再去 干了之后 再用复笔 再把它 再压进去 再用复笔 再用复笔 科米 大家看看啊 这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我们所强调的 这个局部打动大家的是什么 书写 一定要强调书写 一定要强调书写 这是质管重要的 所以它就 这东西呢 就来源于什么 它这个什么 就是气韵 我们书写才能来源于 才能产生 气韵生动 它能产生 这就非常重要 这个书写 我们看好多东西 但是描出来就不行 一种书写的 所以争取 所以争取 一定要把它划够 争取一次划够 才能产生这种感觉 你看 我们可以感觉这个点子 这种末点子 感觉不够了 划得不对了 划得不好了 再反过头去再点一遍 点两遍 点三遍 点两遍就死了 就是一遍 再看 点子从这儿 从龙部开始到现在 一遍过去的 刚才张明点的 点的也不错 它是贯穿的一起的 是一起合成 我们这么去理解 大家看了 我的毛笔 好 我们称就是 鸭子嘴的笔法 鸭子嘴的笔法 就是这个毛笔 是个扁尘 扁的 我们横过来是一条线 我们再挑过来 就是一个面 大家记住 横过来 横过来是一条线 我们再挑过来 就是一个面 我们这么一转这边 关系就一波三转 鸭子是画法 鸭子是笔法 大家记住 把这相统一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地方是切 这个地方是转 这个地方是漏风 我给你讲 我们在太阳山建过的石头 是不是 这个漏风是什么道理 就是一个石缝 越往下裂得越大 是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这是漏风 为什么这个地方重啊 这是个侧面 山石的侧面 这是什么呢 正面 这是侧面 我们也知道 这边就重 这画成侧面 这个就是轻 它是上面 所以我们通过 毛笔的提安顿挫 来解释这问题 提安顿挫 轻重须急 中风 侧风的条 就是这个关系 我再给大家画个数 哪里 写得很清楚 中性末 可笔 阳号加剑 中风 大家记住 画山水的毛笔 依这个比例 它的长短 它的粗细为标准 你再画大山水 比它长一点 再比它粗一点 你再画小山水 比它再细一点 再短一点 这就是我们 有时候说的 中庸之道 就这样 画山水需要这样 画长风的时候 大家记住 不管你写字画画 这叫长风 中国厅里边 书谱里边说过 为长风而奇怪声言 这为长风 才能写出 那个奇怪的线条来 你又不想奇怪 你就想平平正正的 走一个中庸之道 就是不长不短 不乱不硬 我们可以把这个 不软不硬的东西 我们偏向于硬 偏向于苍茫 我们就偏向于苍茫 我们把这种 不软不硬的东西 不长不短的东西 偏向于软 偏向于含蓄 也可以 只要你取了个中 上两边都可以靠 是不是个道理 你取了一头 取了一个硬的 像把硬的 把它用软了 把一种苍茫茫厚的东西 把它变成秀韵的东西 把一个男的变成男的 多么难 要是一个中性的 也不是男的 也不是女的 你就好办了 把它变成女的 你稍微做一下 把它变成男的 也稍微做一下 就好办 道理也是相通的 是不是 说中性末 我们提倡中性末 画一棵树 画一棵树的时候 先画一个大干 先画一个大的竹干 画出七手 基本上先画一个竹干 画完竹干的时候 我们从这儿再去画 再去细分 双钩 这基本上是叫鹿角画法 这个一个八 数有两种 一种是鹿角画法 向上 向上 还有一种什么 你在看 叫什么蟹柔画 也是两种 就是说一个向上长的 一个向下长的 就是个世界上 不过就这种两种树 说中国的文化 就是不过世界之大 不过一个阴一个阴 人这么多 不过一个男 一个女 就这么这样 你说不男不女的 就不是人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通这个 一个向上的画法 叫鹿角画法 一个向下的树 叫蟹角画法 我们也可以把它 变迁成万千个树 我们把树叶子 画成圆的了 圆点树 把树叶子画成三角的 成三角的了 我们把它画成 那个树条的了 成树条的 这个也不会变化 所以我们要在 艺术学习之中 发现规律 发现了这个 大的规律之后 怎么变得行 是不是啊 这个就得朝上去 朝下 打个笔刀 所以先画树干 再画树枝 啊